有些人对涅槃不能真正的了解 那么他就不能理解什么是精神上的升华 其实精神上的升华也就是境界的升华 你们现在学佛后 你们的精神有没有得到升华 得到升华了 你以前经常想不通 现在学佛后 你很少再出现想不通了 这不就是精神得到了升华吗 如果你学佛后 你还会经常想不通 那就说明你这个人没有改变 你的境界没有提升 你的精神没有得到升华 学佛后 你改变了很多 你的境界提升了 你的精神升华了 有这些迹象的出现 说明你真真实实得到了佛法的利益 所以学佛重在实践和运用 你只有把佛法运用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才能明白人活着的意义 佛法只有亲身体验过 你内心有了明显 你才能理解什么叫境界提升 修到后面 你就会理解涅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境界 不学佛的人 他不懂得什么叫涅槃 也不懂得涅槃真正的意义 不学佛 你们知道什么叫业障吗 不学佛 你们知道人间真的有佛菩萨的存在吗 不学佛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因果报应吗 这些你们曾经不懂的问题 只有进入佛门用心了解后 你才有资格讲 你没有亲自验证 没有具体的进入佛门了解 你就不能随便张口乱说 听得懂吗 对一个事物不了解 你就自以为是的乱讲 这叫妄加评论 我们人不能因为有一张嘴 有些话就随便乱讲 不知道而讲 视为愚者 就是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 他都没有搞清楚 他就乱讲话 这种人就是愚痴的人 所以师父为什么叫你们管住自己的嘴巴 因为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你会给自己招惹来麻烦 不懂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乱讲呢 你怎么知道事情就是你认为的那样 所以真正修行的人 他们的话很少 他们专注修自己的果 他不会去修理别人 如果你傻傻地讲别人 你就是在帮他人悲夜 有的人喜欢讲别人夫妻两个人的事情 他都不知道 有些话讲多了 就介入了别人的因果里面去了 今天人家有佛缘可以学佛修行 你在边上拼命地讲他 让他不要学 让他不要修 你就等于在断他人修行的慧命 你再阻断他人脱离生死轮回 这种人以后有佛法的缘分 他同样也会遇到阻碍他修行的缘分 你障碍了他人成就慧命的缘分 等到下世或者再下一世 等你佛缘出现遇到一个学佛的法门的时候 你在修行上也会阻碍重重 欲修而不能啊 所以有些做父母的人不懂 他的孩子有出家的缘分 他拼命去劝孩子 让他不要出家 让他不要修行 实际上这样的父母就是不开智慧呀 他们只想到自己老了没有人管 或者是他在心里上舍不得孩子离开他 实际上他们不懂啊 孩子出家后 能利益他们将来了脱生死呀 优刘洁 优刘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